好 这个人呢 第一个他特色是脸泛油光 而且鼻子过大 马上大家脑袋里会想到谁 对 但我不敢讲 这我们大家都心里都知道 有两个字的 有三个字的 好 那么也有最近 先在那个监狱里报到的 也都有 彭老师 什么熟面向的男人 不懂得尊重女人 其实一个人不尊重人家 不一定是男人 女人 他可能对男人也不尊重 女人也不尊重 只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特別不尊重女人 这种男人长相 那么我这里把它列出了四项特征出來 任何一项都算 任何一项你男人有这种长相 都是不尊重人家 尤其你想女人 尤其是你的太太 或者是你的女朋友去不尊重 那真是災难一场 好 这四项任何一项都算 如果你越重越多 那你災难也越来越大 糟糕 女人怎么可以不尊重的 好 我把它列出四项的第一项来看 第一项呢 直接看哪里呢 就是看我们的命宫就是印堂 所谓印堂就是两个眉毛之间 那个叫命宫叫印堂 这印堂窄 什么叫印堂窄 标准的印堂呢 我们用自己的手指量大概一指半 或者两指那就OK 可是如果你不到一指 或者在一指以内的话 你这个印堂实在就是我这边的窄 然后眉毛整个夹在一起 甚至有的眉毛之间呢 他不但不开朗 还有很多眨毛混在一起 印堂印堂是代表一个心胸快开阔 心想 那个印堂如果好的呢 他不会说只有考虑自己 也会考虑对方 对方的立场 对方的想法 就是尊重对方才是印堂开阔的话 如果说你挤在一起的话 你就是只考虑自己 只想到我自己 甚至那心情会长得悟嘞 悟嘞 悟嘞 想到人家的立场 想到人家会怎么办 所以这种的话 他就是说不尊重 尤其是不尊重女人 甚至于举手之劳 也不会去帮助人家 他印堂挤在一起 我做得到或不想做 我怎么要替你做 没有必要 所以这种相处模式非常的差 从而来考虑 只考虑到一方 没有考虑到另外一方 所以印堂不好的呢 我们讲说他人际关系一定是很差 他不只对女人不尊重 对一般也是 对一般的朋友 同事 亲友 都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秀网路照片吗 好啊 印堂狭窄的长这样 很窄在一起 这个还没有很窄 这已经算很窄了 真的 不到一纸了吧 这已经算很窄 很窄了 这种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一般人注意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一般来讲 如果印堂很窄的话 通常兄弟会打官司 兄弟啊 因为眉毛又叫兄弟公 你兄弟公都交叉在一起了 这种人他可能在 你年纪小时候可能不会 长大之后分家以后 他兄弟之间为了钱财 通常是为了钱财 为了爸爸妈妈留下来的东西 两个会打官司 或者闹得不可开交 对啊 最好是找这样子 开阔 这是因为这样子 老人会退印 我们有一句话 竹林哥不要看 最好是穿这样的 你如果进去这种就更好 这慈眉项目 不是啦 他是倒着的 对 慈眉项目 不是 因为男人到的 我们说到了五六十岁 会退印 退印就是印堂退开 这脾气变好了 对 人气大了 自然心胸宽了嘛 不在乎 不在乎的话 媳妇姑姑那些 走离吵架 你做人家的公公的人 你一定要心胸宽大 所以自然就退印 退印就是印堂 明天开始很多男生 都把他眉毛剃掉 自己会退 他自己会退 年纪大了 他自己会退开 印堂就会加大 所以说那时候 你看他一定要容纳 你看子子孙孙 那吵不完 大家庭的话 一定要能够接受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是看哪里 看额头 我们知道额头是失业工 停死也是代表你的思考 你的思虑 你有没有眼光 能不能看得远 你有没有尊敬人家 那么印堂的标准 使自己的手指三指为标准 三指以上四指多好 如果不到三指 只有两指的话 如果我们印堂只有两指 像这样甚至不到一指的话 就是我这里讲的 印堂低限 印堂太低了 或者头低低就是 他的眼光看不远 很短视 看的事情只是看到目前 我刚讲过 他不会去尊敬人家 人家也不会去 或者他不会去看 看不起人家 人家也看不起他 所以他相处相当的差 而且最重要 他比较好像不懂 人情世故 如何好好待人 他这些大概大家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常说 印堂低人 失业很难成功 就是这样 不只对人不尊重 他的人际关系 然后他的在工作上 遇到的厂商对手 大概都会搞得不好 所以生意也做不成 好 我们看第三项 第三项是看嘴巴 嘴巴要讲话 人的尊重 一定要讲话要讲出来 如果这个人嘴巴太薄 嘴唇太薄 人中平满 人中要身材好 很清楚两条线要身材好 如果他人中平平都看不出来 然后嘴唇很薄 我们有一句话 嘴巴的唇薄 人薄 心薄 然后讲出来的话也薄 就是他讲出来的话 非常的苛刻 非常的尖酸磕破 磕破 那如果他尤其是对女人的话 他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可是他开出玩笑 专门讲人家的伤疤 打人家的伤处 人家已经在痛了 你在讲话 专门讲他那个地方 他觉得很好笑很好笑 没有 你没有尊尊对方 对方这种事情 他不想讲 要隐瞞起来的 你还故意去讲 他那里那里 他曾经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人家受不了 这一样 如果对你的太太也是 对你女朋友也是一样 在别人面前 你专门讲你太太的 某个他不愿意讲的 那种隐私的事情 那真的是不尊重人家 不尊重你太太 不尊重女人 这种还有呢 如果在人中平凡 真的是我们讲薄情寡义 薄情寡义 这个女人 或者不要说女人 男人女人都受不了 好 最后一项 那我们看一下第四项是什么呢 第四项呢 我们试看 如果你的全秃无肉 就是全骨秃是好 全骨秃是长全 但是全骨秃你要有肉 肉来包子表示 因为全骨是什么 全嘛 全绿圈 就是你要管人家 或者管理 甚至你要长全 但是你要管人家 你一定要懂得艺术 你要了解对方 例如说管部下 一定要尊重部下 部下才会听你的嘛 心服口服 否则你只是很凸 没有肉 就表示你管人家 只是很凶 没有尊重人家 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一定要管人家 这样不行 那样不行 错都是错台别人 我自己都没有错 你这样管管得动吗 一定管不动 那如果你把他这个 像来变成管你的太太 或管你的女朋友 更不得了了 你一天只要管 每天只知道你的女朋友 你的太太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要他这样做 那样做 却没想到人家的想法 怎样 或者他还有没有困难 他能不能做得到 你没有 你只是想要自己这样 颧骨突突的 男人 但是不尊重 如果女人 我们讲客夫嘛 一样的道理 他那个个性使然 好 我现在列出的四项 任何一项 这个四项 任何一项都是说 这种的男人长相 他不尊重女人 其实也都不尊重别人 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我来请教一下简少年老师 來 看一下 首先第一 我觉得 人都有欲望 那问题是在于 他这个欲望 他能不能被这个 規範给規範组合 他忍耐 有办法忍耐住 那我们先看第一种类型 是这个属于 三百眼跟四百眼 这一种是什么 这种叫 那他其实逻辑是这样 他本质上三百眼四百眼的 构成逻辑 要先跟大家讲 就是黑眼珠太小 那黑眼珠太小科的人 就是有一次像羊眼睛这样 那他其实 他如果眼睛很小的时候 黑眼珠很小 还是有可能没有伦理观 他不一定会是白 所以你要去观察 他那个黑眼珠 会不会说 在他眼睛的这个比例上 眼白很多 黑眼珠很小 比一般人小很多 那这种人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他的兽性很强 然后他会没有伦理观 他会认为说 在古代的时候 会说这种人是会乱伦的 就是跟自己的家人 亲属 都会发生这样 这在现代因为什么 因为各种科学告诉你 例如说 这个近亲繁殖 会出问题什么 有科学素养 所以他们一般不太乱伦 但问题是这样的人 还是他内心的那个什么 内心的那个伦理观 是比较弱的 所以一旦他 有这样子的一个 眼睛特征的时候 我劝有这样面向的人 也不要喝酒 因为我们知道 喝酒这件事 就会让你去做一个 你平常压抑的事情 乱性 对 那你本来可能压得很好 因为这个规范 或各种 你这个道德控制你自己 因为你有那个欲望 但你没有发出来 但一旦喝了酒 那就很容易失控 因为他内心那个想法 他就把它化为行动 他就去做了 最后就会出事 所以呢 不管是你自己 是属于这种黑眼珠太小的人 三白四白眼 或者是说 你现在遇到那个人 是这种三白四白眼 建议就怎么样 就不要喝酒 不要在一些那种 容易发生问题的场合 例如说私灭地方 单独相处或干嘛 尽量不要 因为他内心有那个想法 可能控制得很好 但是一旦那个场景出现了 他可能就失控了 所以老师您说的是 类似朱学恒 这样的一个case吗 对 对 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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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其实大家 就在讨论点就是什么 就是喝酒 因为他们讲说喝酒 很多说 因为我喝酒才做这个 但很多科学家研究说 喝酒是放大 你本来想做的行为 而不是做出你本来脑海里 没有的行为 对 所以当你所谓的断片 是把你内心的想要表现出来而已 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要过 你是不会发生那件事 有道理 所以我们这里讲就是 因为难生难免 内心都有一些欲望 是绝对的 那只是说 这黑眼珠太小的人 往往他对伦理的概念 更浅一点 所以他容易在酒后出这个状况 所以要更多去修身养性 和控制自己 可是现在很难判断 我有一次认识一个医师 我认识了很久才知道 他是带放大片 我后来有一天 什么意思 他带放大片 他怎么样 他带放大片 但是他带的是很 眼睛吗 眼珠 对 有一次我跟他谈事情 之下就是不是在那种 然后跟他在 我说你今天看起来怪怪的 他说 我今天可能没有带放大片 那他就三百一眼 你知道吗 我吓死我了 我说怎么演掉掉的 你现在可以隐藏耶 我才知道 他说我一直带放大片敬文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好 第二个是 比较自我为中心 难以控制自己 就是他不在意别人感受 同理心相对比较低是什么 就叫似碎非碎 似罪非罪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看到 有一些那种卡通人物 就会看起来像 没睡宝 有没有 对 然后看起来就有点 加飞帽 谁说加飞帽 他说加飞帽肯定要剪 谁在说加飞帽 谁在说加飞帽 其实他 其实他讲的这些面像 其实政治人物都有 很多啊 你常看《谈话性》节目有些 对 很多 你不要引用我 把名字讲出来 太坏了 真是老江湖 红地毯都能铺到这儿 他都能讲出来 别闹 这种人就是 往往很有趣 是这种人事业上 容易反而有成就 因为他很目标导向 而且他都以自我为中心 他会觉得我做这件事 就是达成目标 我还会对大家好 所以他会合理化自己做的 伤害别人的行为 像前一阵子的新闻有报 就是讲一个 国外的这个创业家 也是从头片到尾 也就是这一种神态 他就是属于 他明明都没有做 但把功劳变自己的 然后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属于什么 你听完就觉得 这个人完全没有 同理心可言 就会是这个样式 可是一样喔 他在大家前面的时候 他是不会碰的 因为他有他的目标 他知道他这样做 会崩盘 会塌掉 他不会做 可是他私底下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同理心 他觉得我做了 如果今天这个 不影响我的计划 他是完全不会犹豫的 就会直接去做 所以遇到这样的人的状况 一样是怎么样 就是尽量不要单独私密相处 尤其是最近新闻很多 讲在车上有没有 什么我送你回家 然后做的时间 刚好坐在副驾驶座 结果忽然间就不知道再去哪儿 或是说门又没有办法下去等等 这一种就比较危险 所以当你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面向的人的时候 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他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 所以你在面对他的时候 尽量在大众底下 他会比较保持正常 私底下就比较难讲 所以尽量要注意这件事 好 那我们要讲第三个 第三个类型是 这谁啊 这个是梅兰芳 对 那梅兰芳的特色是什么 这是有点感觉 大家确认一下 不一定要长得好看 就是这个人的脸永远粉粉的 所以你看他脸上明明没化妆 可是看起来像有化妆 对 那这种就脸带粉感 然后脸带粉感的人 一般桃花太多 他很难知道那个边界 就是他是这种万人迷 很多时候别人靠近他 他就觉得这女生就是 很多女生靠近我 我们就自然而然 问题是有的女生其实没有 他只是崇拜他的某些专业 他并没有要跟他怎么样 结果就误会了 那他如果常常误会 他脸上的粉感 会出现一个特征 跟大家分享 他的这个眼尾的部分 就这个叫尖门 会叫夫妻宫 会有一种斑波感 就你发现脸都粉粉的 但是这里就脏脏的 一块一块的 很奇怪 你去看那种 网路上之前人家讲什么 有些男生说他牵人展 脸上就会是这样的 脸上就有斑波感 对 你干嘛 你干嘛 老师是掉粉啦 不是这样的斑波感 是要没化妆啦 对 以上几种就是属于 比较容易产生误会 或者是说在私底下 容易有一些状况的人 那大家都要怎么样 其实欲望人人都有 就我们尽量不要 制造出那个环境 去挑战人类的欲望 所以我们还是怎么样 大家这个相敬如宾 也是比较好的 来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 苏恒老师 什么手面相的男人 心术比较不正 好 说到这个心术不正 我希望大家呢 在这一题要仔细地看 然后呢 要跟你身边 刚好有这样手面相的男生 保持适当的距离 因为刚刚不管 其实佩环刚刚讲到的很多的特色 都会在等一下的手面相里面 凸显出来 所以大家这一题 可是这样不会造成一些 一种命理执事吗 面相执事吗 不是 可是我要先说 真的相由心生 你心里如果不会这样想 你的面相就不会这样呈现 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你的脸就会很正直 所以我们真的要修心 这是真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真的 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面相 一定要修心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尖角像 什么叫尖角像 这个人呢 尖诈又狡猾 总是希望呢 藉由自己的能力 或是藉由自己的权势跟地位 去取得他想要的东西 这样的男人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尖骨跟腮骨都太过的突出 尖骨是指我们这边 不是苹果肌的部分 而是这个眼下大概一二公分 这一块叫做尖骨 代表叫做权力与欲望 所以这个人的尖骨 如果太突出的时候 代表这个人对于权力跟欲望 是非常的着迷 而且非常的执着 那么当这个人 他手上握有大量的权力 跟欲望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利用自己的权力 和欲望去打倒我想要的目的 包括我想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也都是一种权力的放大 因为他的欲望被显现出来了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腮骨 腮骨就是指我们这一块 有的女生是不是都会打肉毒 希望自己的腮骨变小 看起来脸也比较小 但是腮骨代表什么 腮骨代表叫做同理心 也代表叫亲情跟人缘 所以腮骨比较大的人 他的同理心是相对比较小 比较少的 甚至对于亲情跟人缘 他也是觉得看得比较淡薄的 他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开心就好 他会觉得呢 反正你想什么 对我来说不重要 所以你看 他只要腮骨跟腮骨 都特别明显的人的时候 因为我有很大的权力 所以我不在乎你的心情 因此我会利用各种 奸诈狡猾的手段 去达到我想要的目的 包括得到你的身体 那么这个最有名的一个人 就是三国演义里的魏妍 诸葛亮那个时候 是不是要离开的时候 就是跟大家吩咐说 只要我走了魏妍 随时有可能会反叛 所以那个时候 只要魏妍一举兵 就立刻杀了他 他就是最有名的 这个尖角像的人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叫做全世相 全世相这个人就真的 我们刚刚就是像一个佩颖说的 他就很有可能 站在这个黄袍加身的位置 俯视着所有的人 都是你们好爱我 没错 就是这样 好 这个人呢 第一个他特色是脸泛油光 而且鼻子过大 马上大家脑袋里会想到谁 对 但我不敢讲 这我们大家都心里都知道 有两个字的 有三个字的 好 那么也有最近 先在那个监狱里报到的 也都有 好 那么呢 他的脸泛油光代表什么 代表他体内的能量 他是不平衡的 所以当他的欲望 起来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得到 立即的疏解 或他欲望真的很强大 他是会从脸泛油光起来 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 随时随地 脸都这样油油的 还有眼神很迷蒙 就是你看他 就觉得他眼神怎么 永远好像睡不醒 或睡不饱 或是好像永远在喝醉酒 这种眼神迷蒙的男生 你更要跟他保持距离 因为他其实心里在想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 再来呢 就是鼻子过大 那么鼻子多大叫过大 你就会发现在他的五官里面 你第一眼看到就是 他的鼻子好突出 或他的鼻子在五官的里面 的面积里面 真的是偏大的 这个就叫过大 那么呢 男性的鼻子 除了管他的财运跟事业之外 其实也就是对于自我中心 他觉得我好爱我自己 我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所以他的鼻子就会非常非常大 而且这样的男人呢 他在色欲上面是非常注重的 他会很希望要有很多的人包围着他 或者是最好夜夜升歌 一夜七次 所以呢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男生的话 拜托你们一定要保持距离 因为他绝对不是善与之辈 好 再来我们来看首相的地方 首相可能就比较那个 就是以后看到有男生说 我先看一下你的首相 好 首相这边其实是很明确的 无节制 什么叫没有节制 像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条线叫做放纵线 哪一条啊 在我们的下面 没有听过 你一定不会有的啦 你不用看 生命我有 你不然你也看 你那么乖巧 好 来 这个呢 放纵线 他要划过生命线 但是呢 真正的放纵线 他要到达前宫 也就是月秋这个地方 好 要到达前宫跟月秋这个地方 才叫真正的放纵线 那这个人呢 他比较容易重情久色 也就是久色才气 他样样都喜欢 吃喝嫖赌 他样样都精通之外 如果他的这个放纵线太深了 他有一种代表使用过度的感觉 甚至会影响他的生殖功能 所以如果你发现有 你身边有这种放纵线 又深又长的人 然后跟你讲说 他不孕了 或是不孕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繁衍下一代 你就知道说 这一定是以前用过头了 或者是真的 这是真的会影响的 因为我看到真的实际的案例 就是我们的命主 然后他太太来 那夫妻一起来 然后就说他们现在正在准备 你们是谁 命主 就是来算命的 找他算命的 对 然后来算命 就是说他们现在在准备 然后因为生不出小孩 然后先生在讲话的时候 一声 手一伸出来 我就看到这一条 我就知道 这以前 对 所以如果你要去相亲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 男生有没有这条线 好 再来看第四个 这个叫重欲向 真的放纵自己的欲望 到了极点 好 我们现在看明星文 明星文就是手下面这一条 这一条 手下这一条 他一样要穿过 穿过生命线 而且到达所谓的金星丘 也就是我们的更宫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这个迷新文呢 又粗又明显的话 这个人他很缺乏自制力 他一旦遇到了 会让他沉迷的事情 他就很容易整个人就聊下去 不管是 我们刚刚说 不管是酒色财气 或者是吃喝嫖毒 他都比别人还要更精通 所以我们常说那种 撩尾子轿 或是把家产败光的富二代 几乎都会有这一条迷新文 那有迷新文的人呢 请大家注意 千万不要让他呢 跟你有独处的机会 因为这样的人 他平常是把欲望放在心里的 你可能觉得他平常是一个千千君子 好像大家一群在一起的时候 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展现 可是一旦他喝了酒 或是跟你独处 或是在跟你讲心里话 他觉得你好像懂他的心情的时候 他那个心里的野马 一旦奔放爆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受害者 他就会觉得你懂我 你同意啦 你喜欢我 你不是跟我在一起 我们共处一室 我们私下无人吗 他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 去骚扰你的理由 所以呢各位女生在这边 一定一定 除了防范这些男性之外 那么说的老师在这边 要提醒你们 要懂得保护自己 真的跟不熟的男性 不要单独共处一室 还有不要喝陌生的饮料 因为这个我们也听过很多例子 希望大家在MeToo风潮之后 都要懂得更保护自己 谢谢大家